2013 We want2013 关注热线12 回望2013 大家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潮东 先来介绍一下 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 这位是月运生月律师 欢迎你 这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宋小阳 是本来我们的特约评论缘 今天我们先来看几张图片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这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由冯远征扮演的这位 外人看起来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丈夫 但是在家里边 他却变成了衣冠禽兽 常常是莫名其妙的发怒 然后对自己的妻子 莫名其妙的实行家暴 那这样的事呢 实际上不光是存在我们的影视作品当中 在现实生活中也有 而且为数不少 我这有一个调查 说的是全国复联合国家统计局组织的第三期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 我国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女性 遭遇过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 而这个家暴被称为是最亲密的伤害 它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隐蔽性非常强 往往两口子在家里边大打出手之后 在外人看来还是非常的和睦 所以呢 往往制造一种假象 那今天呢 我们的回望2013 特别的这个系列节目的 另外一个主题就开始了 这就是家庭暴力 那今天呢 我们讲的这个故事 就发生在北京的密语 说的是一个儿子呀 不但经常打他的父亲 而且他最大的愿望 居然是和父亲一起同归于尽 一大清早 刺耳嘈杂的碎脚声 从北京市密云县 南市城村的大喇叭里传了出来 交往有线电视那个费用 被喇叭声惊醒的张宏贵 顾不上多想 拨出了一串号码 电话是打给正在上班的父亲张德金 张德金接到儿子的电话 大后急松松的赶回家 拿了钱直奔松为会 几分钟后正在排队的张德金 又接到了儿子张宏贵的电话 怎么会上来以后家 怎么又闹了下来 怎么他把他生的雷引起来 一阵乌言汇语传出 电话这头的张德金 一头雾水 无辜的看着手机愣了半天 心脏咚咚的跳 不一会儿只见张宏贵 发了风势的冲进了村委会 用交丝绳死死勒住了父亲张德金的脖子 从村委会的办公室一路拖到院里 只与你的距离 张德金在生死现象增长 一时间整个村子都躁动了起来 越来越多的人上前围观 眼前张德金有生命危险 村民们顾不上多想 纷纷上前制止 被拉开后张宏贵并没有善罢甘休 又用农药意图当街给张德金灌下 村民见状大惊失色 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在拉着父子俩的同时报了警 他就比着嘴巴 我都说这哪里啊 你我把你灌了我也不过去 接到报警电话 当地警察迅速赶往案发现场 在被民警夺下农药的瞬间 张宏贵还挣扎着 试图用手上残留的农药杀死父亲 伴随着警车的鸣笛声和村民的议论声 张宏贵被警方带走 说起张宏贵为什么想要勒死自己的亲生父亲 他们到底有着怎样的恩怨 这还要从他的父亲张德金年轻的时候说起 张德金的家所在村落东林 密云水库西以云蒙山 立于山水之间野草富裕 苗月花香 演员一个世外桃兰 十四岁时作为家中老大的张德金 就扛起了养家的重任 虽然没有念过多少书 但张德金从来没有满意过父母 直到1979年惊人介绍 认识了妻子崔海青 但是结婚还不到半年 妥协就开始闹矛盾 张德金说父母后来将他们一家赶了出去 在同一年 张德金的大女儿张红梅出生了 女儿出生后被检查出患有智力残障 一直到四岁才会说话 这让这个小家庭更是不堪重负 早晚能挣一块钱的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 很快张德金又添了一个儿子 取名张红贵 但命运似乎并不想放过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 1990年妻子崔海青突然子宫大出血 给送到医院做了子宫切除手术 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差 做完手术后 崔海青的精神就受到了严重刺激 慢慢的他开始经常往外跑 也不再管两个孩子 回忆起那段时光张德金坦言自己并未过多地关注过两个孩子的成长情况 张德金说小学时期张红贵常常淘血 升入初中的张红贵也渐渐懂得了学习的重要性 开始努力学习 考高中都没去嘛 然后上到中端吧 对此张红贵一直非常介怀 他说这都是因为父亲不愿意出钱造成的 然而对于儿子的这种说法张德金表示 这都是无稽之态 儿子在撒谎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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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以后什么呢 他要考上我还叫他去了 那不重点学校吗 那就我都知道 二龙是重点学校 他要说 我要从哪里我上哪去呢 这些都是小话的 没有 三年的中专生活 在2003年结束 张红贵毕业后 被安排在北京市怀柔区 某汽车公司上班 张德金也算有了寄托 我其实最早一批中断生 可能还没投产呢 工作的几年中 张红贵每次回家 张德金都会想办法给他带点生活费 张红贵也会时不时的给张德金带回他从未抽过的好烟 2006年9月 一家人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打破 张红贵离开了上班的那家汽车公司 在新的单位入职体检时 却发现感染上了义肝病毒 他是参加工作之后跳槽的时候 他说他有义肝 新单位没有去城 从前的单位也回不去了 回家后的张红贵心情烦问 每天除了看电视 什么也不愿意做 时不时的还发脾气 将家里的东西砸得乱七八糟 张红贵将自己的人生挫折全部归咎于家庭 开始对父亲动起了拳脚 他曾多次把父亲拉到大街上跪着 引起村民们过来围观 他拽着张红贵 我当着村里人的面 我说他想让他闲闲眼 就觉得他没把热子过去 同样的父母 还不然别的父母 他傻子 还有病的 没有别人过热子过去 他把我嫩嫩的 你必须跪着 跪着不跪着 我回去接着打 就这事 我这跨我都让他排过部队 那你当时他拉你出去的时候 你没想过反抗 我能反抗他啥呀 我要把他弄坏了 还是我 我就发现了 是吗 村委会曾多次去张家调解 甚至报警 但是张红贵被教育完后 回到家里 反而会变本家里 渐渐的 村民们对张家的事 也都不敢过问 许多村民一提到张红贵 就三千几口 不敢再往下说 提前我早就说过那孩子 我说你孩子也不赖 你出买方面也不赖 我说你呀 你们家里环境就这样的 我有能力 我就改变我们这家 是吧 就让我们家 我爸这样的 我就要胜过我爸了 是不是 你没男人 你还不如你爸 2010年10月 张红贵的奶奶去世 伤心之余 张红贵更多的是对父亲的不满 因为作为张家老大的张德金 在母亲去世后 竟然没有得到任何家产 全部被两个弟弟分得 张红贵觉得父亲借窝囊又没有本事 该得的也没有得到 张红贵的奶奶去世后不久 意识不清的母亲崔海青又跑丢了 这一次没有之前幸运 张德金找遍了邻近的所有村庄 也没有找到 张红贵也对母亲的走势惶恐不安 总担心母亲会出事 担心那肯定是多少是有的 是 我也谁也不想说自个儿的心 说怎么着怎么着 然而就在母亲离家出走两个月后 张红贵就上演了儿子世父 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他失去了理智呢 张红贵回想起当天事发的起因 依然很恼火 他说当听到相信 因奶奶遗产纠纷的问题 一分自己的父亲 心里对父亲充满了怨恨 认为都是父亲一人造成今天的局面 我亲家的事 我觉得他那好多事 我给他触摸 他没做到 人家把时间单一拿出来 傻了眼了 该吃贵就吃贵了 张红贵说 他接受不了别人 在背后的指指点点 每每提到自己家庭条件差 自卑心让他抬不起头来 一家子窝囊不如死在一起算了 保着这样的想法 张红贵决定 可父亲同归于尽 可能用这种最简单 最直接 他能想到的一种方式 来摆脱这样的一个局面 摆脱这样一个生活 就是想逃离现在的这种现状 案发后经过法医鉴定 张红贵被诊断为抑郁状态 办法实习发定期 并评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2011年4月21日 张红贵以故意杀人罪 被密运检察院提起公诉 检察院公诉部门考虑到 他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 在量刑上建议 从轻处罚 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本性并不是很饿的那种孩子 能看出来呢 就是可能是因为长期的 这个家庭的因素吧 可能造就了说 那个心理上面有些问题 精神上面有些问题 监狱中的张红贵失去了自由 而监狱外的张德金正承受着 孤独和病痛的折磨 一开始我都不愿意 我何必叫做进击王子中 我可不期待吗 黑家白天睡不着觉 那种那种 就逐渐的折腾了 直接叫黑家白天睡不着觉 没有经济事的谈 说白了 什么经济都没有 吃也了 吃了喝也了 我这病 自从那开始 就没有更多 自从儿子入狱 张德金就一直盼望着 儿子出狱 一家团养 然而 没有想到等来的 却是噩梦 好 欢迎各位拿出手机 扫一扫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 来参与到本栏目的互动当中来 我们先来探讨一下 所谓不孝子张红贵 实际上这人 他也是比较的可怜 小的时候 爸爸就打过他 而且对他 关心不是特别多 他自己有病 精神上有一些问题 我听我们的记者说 他不但打他的父亲 而且还专门把他父亲 这村口哪人多 让他到哪跪着 那目的呢 就是让你老东西丢人现眼 他为什么对自己的父亲这么狠呢 小杨 你看刚才你也说过 他从小家庭当中 父母没有那么对 更多的去关心他 其实我觉得让他 这种自卑心理产生最大的 还是他的就职 他由于第一次换工作之后 由于他有乙肝病毒 这在就职的时候 由于他这样身体上的这个问题 所以他就发现 我有问题 所以人家不要我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 他没有转变自己的观念 就是说 我是不是应该重新 既然如果就职不行的话 我自己做个小马马好不好 他有没有选择这个 这个道路去走 结果就这种生活 不断的这种重压 一点一点压到他身上 所以刚开始给他 鉴定他是抑郁症 对 所以后来他把自己的这种抑郁 其实他本身是个病人 但是很可怜的是 他没有一个外界的干预 无论当他心里有问题的时候 还是他家庭受到困难的时候 他完全是一个 自生自灭的一个过程 好像这所有的事都在家里边自产自消了 是吧 然后张宏贵 你看他两个特点 第一精神上确实有问题 第二是经常打父亲 像他的这种情况 在法律上应该怎么处置 如果是精神上确实有问题的话 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 其实是应该接受治疗的 就是说 无论是自己本人 如果精神上有问题 可以去寻求治疗 另外他的近亲属 如果说他这个精神如果严重的话 有可能会威胁到别人的生命健康的时候 那么居委会 包括公安部门都可以让他来接受治疗 因为像他这种情况 你必须接受治疗才能够得到解决 对 千万别放解 所以在这里面 大家会发现 这是一个家庭的个性的一个悲剧 但其实放到整个社会里面 他还是缺少一个社会的一个干预 大家没发现 在整个他家庭的这种愈演愈烈的 这种家庭暴力的过程当中 外边的参与性 唯一就是惩治教育 可是惩治教育并不能解决家庭的问题 咱这么说 所以家里面现在唯一的劳动力就是这个儿子 现在关键是怎么让他能够自立起来 能够有经济收入 然后使这个家庭的关系发生一些变化 对 当然张文贵也是南逃法律对他的制裁 最终被判两年 那两年的劳狱生活之后 他出来了 回来之后他还继续会打自己的父亲吗 还有他之所以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 跟他的父亲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们接着看 2013年1月6日 张鸿贵出狱 前一天张德金就从家出发 住在离监狱不远处的旅社 早上7点 他便从旅店往监狱赶 赶了四里地 才走到监狱的门口 出狱那天挺冷的吧 监狱一到上班吧 就开始搬手机嘛 还是头一个嘛 张鸿贵面无表情地走向父亲 张德金将全新的一套衣服交给他 张德金连一声爸爸都未曾听到 事实上 自从张鸿贵上中庄开始 十年的时间里张鸿贵都是用 来称呼父亲张德金 张鸿贵 后来回到家中发现 母亲在半年前已经被找回 而姐姐因精神病被丈夫赶回家 已有两年 就打嘛 是连石砖拍连舞 最后一个 耐着他清楚的就是这块砖 这么大一个半年钟嘛 拍的嘛 拍的脑袋 这就叫 后来的姑娘 他给拿车给领回来了 早些年张德金早早的就把女儿嫁了出去 公后张鸿梅生了两个不不可爱的女儿 但因丈夫常年在外务工 家里没人 被同村人抢奸来 自此张鸿梅精神上受到了很大刺激 由原来只是轻微的治理障碍 转变成了精神疾病 丈夫心里一直接受不了 每天便对张鸿梅拳打脚踢 最后选择了离婚 两个女儿也都有丈夫抚养 出狱后的张鸿梅得知姐姐的这些遭遇 心里不但没有同情 反而觉得这些都是父亲的过错 当初就不应该让姐姐嫁人 父亲现在是自作自受 那你赖谁赖爹 是不是 怎么能赖你爹呢 这事 给找人家好伯娘呢 是不是 你本人那个归宁 她不是说健康人 不是说有完全行为 她都是给想想 两个人跌到一块 她就不够喝 除狱后的张鸿贵重振旗鼓开始四处投简历求职 但一次次的面试换的结果却都是失败 而悲剧的理由都一样 张鸿贵有犯罪前科 每次求知失败回到家中 张鸿贵就像战败的攻击 看着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母亲和姐姐歹歹傻傻 自己像个废人一样 血气方刚的她心里总是压着无名的怒火 慢慢的她又开始无端的发脾气 砸东西 张鸿贵又变成了从前的样子 每天无所事事 整日与电视为晚 她每天的心情直接影响着整个张家 截着张鸿梅犯病的时候 嘴里总是嘟嘟囊囊的 张鸿贵听见后就不高兴 抡起十块便打 谈到张鸿贵的情况 和她从小一起长大的唐妹张超特别强调 与家庭的影响关系很大 张超说大伯张德金从前就存在家庭暴力 年轻的时候常常对家人冻粗 直接头从下扔在那个下水井里边 然后三天没让她出来帮她吃饭 就是这样 反正说流了好多血 张超说大妈崔海青 虽然精神上有点失常 但是之所以总往外跑 也是因为不堪忍受 大伯张德金的家庭暴力 他是有思想的 他不是说彻底的傻了 他总是挨打 他肯定要往外走的 就带着我姐姐就消失了 脱布公打我 老公打我 还别打 老公一千年打 击破人 张超说哥哥之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跟大伯不无关系 他向我们透露 哥哥和大伯之所以积怨如此深 根本的原因在于哥哥的女朋友 我哥哥那个时候在那块上班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女孩 她俩谈恋爱也很长时间了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谈恋爱时间长 岁数也到了了 就是面临结婚的问题 然后在家那个女孩已经怀孕了四个月了 张超说当时哥哥张宏贵提出 要想买房子结婚 给女孩一个家 但是张德金却以没钱为由拒绝了儿子 没什么那个物质上的条件 我就分一分 说交了一下 条件比较合适的 还能进一步发展 但是张超却告诉我们 事实并非如此 当时张德金是有存款的 只是不愿意那个时候买房子 我大爷那时候手里边是有钱的 就对自己也扣 对家里也扣 就天上的就是扣门的那种人 导致到最后那女孩把孩子打了 然后就没跟我哥哥 所以这对她打击挺大的 因为她特别喜欢那个女孩 在张宏贵得知这一切后 对于父亲的做法心里充满了怨恨 她想不通父亲为何会如此绝情 自此之后不但对父亲拳脚相向 对母亲也是棍棒相加 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 2013年6月 只因为母亲做的饭不合口味 便把母亲打成重伤入院 曾经在张宏贵被关在看守所的时候 张德金层写信 希望司法机关放了自己的儿子 她没有想到 儿子出狱后会变本加厉 由今儿子与她之间的隔阂 却越来越深 全家对张宏贵更是怕得要命 这位高的 蒙着头 拿着头 拽蒙着头 拽蒙着 还不知道 你儿子在接你那两年 你想过他吗 我那么想想想想 不想 想啥想 不想 你是觉得儿子 被关起来了 你还没打理了更好 但那是惩罚 惩罚 那个是我 我觉得这个 现在张德金的胃病越来越重 生命完全靠药物来维持 妻子 崔海青和女儿张宏梅 没有任何劳动能力 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张宏贵 却对这个假不管不顾 不知道在以后的日子里 父子俩还能不能化开心中的结 为生活找到一个出口 张宏贵一家人的生活 在我们这个外人看来 简直就没法过了 你说这张宏贵吧 就是家里边唯一的一个儿子 还是对家里边不管不顾 还经常打自己的父亲 那么他的父亲呢 已经年迈体弱了 而这个妈妈和自己的姐姐 都是有精神病 是吧 到底他们应该怎么走出困境呢 岳律师 先听您的高见 我觉得啊 就是说这个困境 是从我们外人来看 他们家这似乎是一个困境 你说这一个儿子 唯一的一个劳动力 健全人 那么父亲也打 母亲也打 姐姐也打 如果说我们觉得 它是一个困境 真要解决 那从法律上来讲 倒是好解决 好解决 就是说他已经成年人了 对 那大家就不在一块过 分家就是了 是吧 我看他们有个小院 有几间房子 分开 那这三口跟他分开 这三口的问题呢 虽然没有劳动能力 但是我们有低保 我们有各种社会保障 是吧 那么通过这些 另外呢 法律上面 儿子是有赡养义务的 那么你是一个 有劳动能力的人 你可以每个月支付赡养费 等等这些办法 但是呢 其实呢 我倒是觉得 像农村 类似于这方面的事情 可能是我做这个职业的 有的时候并不奇怪 这种事情也挺多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 还能继续这么生活 还是他们自己 其实并没有把这个东西 作为一个忍受不了的一个困境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法律不是万能的 好多事情是不可能通过法律 要求用法律的办法 把它全部解决 所以说像他们家类似的事情 其实是法律 只能是在家庭范围以外 除非到了 说他要杀他父亲了 虐待到一定程度了 父亲起来 要控告他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法律才介入 对 在这之前可能是 还有更多的 还得靠他们自己 小杨老师 您的建议是 我的建议是 我觉得首先 从这个儿子来入手吧 因为刚才大家仔细看到没有 他记者采访他的时候 这个儿子从来都不看着记者 对 他从来都是眼睛这样子 这个大概是说 他有个自卑的心理 他觉得 他为什么那次出手打自己的父亲 就是因为他自己听到 村里的人在 一人自己家里如何如何 他没发现吗 这儿子把自己生活当中 所有的不如意 全都找一个外人的原因 对 全赖他爸 全赖他爸 就他整个人生糟糕 都是由爸爸的原因 对 那么这有些时候 我们就分析这个人的人格来说的时候 就是他逃避责任 比如说 如果是咱们说一个立正的人 他们家就他自己了 一想 我妈是这样 我姐是这样 我爸是这样 这家里能顶天立地 那就是我了 我这时候出去去卖一斤白菜也好 卖二斤葱也好 我回头挣十块是十块 二十块是二十块 把家给撑起来 可是他反而是什么 不出去闯荡 反过来把拳脚是对准自己家里 把最大的力气使到这儿了 就等于挺没出息的 是吧 实际上这时候 抱怨和殴打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 因为这样他自己也痛苦 对 再看这家人 实际上家暴在他们家是有传统的 作为父亲和母亲打过儿媳妇 作为丈夫打过自己的老婆 那是不是他后来的家暴 跟他们家的历史和环境有直接关系 这是肯定 你看刚才就是他的母亲 说他原来被公共婆婆打过 然后自己 大家今天看到这个父亲叫张宏贵 张德权 张德金 张德金 大家觉得他从外貌上来说 没觉得他是那么狠的人 可是他年轻的时候也打过这个 现在是精神病史的这个母亲 对 对吧 那么他会有一点家庭的DNA 但是这个DNA不是一个好的DNA 最后他进行了一种意识上的一种遗传 对 所以结果呢 现在张宏贵自己作为受害者 但是他同时现在他也是施害者 他开始把自己的这个暴力 又返回给了自己的父母 对 所以这是一个家庭的东西 他从小的时候 你想他从小的时候 他的这个环境 对 是父亲经常打骂自己的母亲 而且可能还打得比较严重 听他的这个 他的一个堂姐来讲的话 他这个堂妹来讲 还打得比较严重 那么他在这个环境里面 他潜意识里面 他就认为这个暴力 有的时候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 对 所以说他长大了之后 他身强力壮了之后 他也用这种办法来想解决问题 对 这样的事情呢 原来我们还做过两期节目 其中一期呢 正好直播的时候是我主持的 叫隐藏三年的秘密 说的是啊 有两个夫妻两口 儿子不孝 他们就觉得这儿子 哪天得教训一下 没想到有一次教训狠了 结果把儿子给误杀 杀了之后就埋在自家的菜地里 再有呢 一个事发生在这个深圳 是一个公务员叫廖某 他也是跟这个父亲经常争吵 而且把父亲给打残废了 关于这事 我们来看看微博上 大家怎么说 念一位吧 小田官 他说父母是子女成长路上 点滴错误的不断的积累 同时更是父母再松的错误的放手 什么意思 子女打父母 这是多么沉痛 并且悲哀的事啊 是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悲哀 那接下来呢 我们利用这段时间 还是关注一下慈善之夜 先进入相关的短片 是谁将要踏上慈善之路 共同踏上我们的慈善之路 请为我们点亮中国的慈善版图 是谁将要点亮慈善版图 2013CCTV年度慈善人物 即将揭晓 他是享受政府专家津贴的国家和北京市突出贡献专家 卫生部健康教育首席专家 也是热衷公益的著名心血管病专家 北京大区人民医院新研所所长 基内科主任胡大一 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 在2007年 发起了组建中国红十字会爱心工程 胡大一志愿服务队 贫困心心病救助项目 我们一共是筛查了七万六千多个孩子 现在已经救助了所有 我们已经做完手术 救助的是三万八千多个孩子 我们觉得这个所有的队友 包括自己 这种非常幸福的队友 举步完全统计 支援队开展一诊活动300余场 开展健康奖座270余场 累计听众超过十万人 一诊筛查病人 仅40万人 资助及减免费用 两千余万元 关于胡大一教授的爱心工程 这还有两张图片 我们一块给解读一下 您现在看到这一张 反映的是2011年 胡大一等 他们这一群志愿者 到了新疆的和田 胡大一穿上了签衣指导手术 他曾经有一句名言 说该给病人做的检查 一项都不能漏 不该给病人做的检查 开的药 一律都不做不开 那医生的天职 就是看病 不是卖药的 更不是收受红包的 再来看另外一张 这是2012年 黑龙江 红星龙中心医院 加入了爱心工程 胡大一志愿者服务队 这也就意味着 胡大一将给肯区 带来最新的治疗 心脏病的医疗技术和理念 也意味着更多的病人 能够得到免费的治疗 关于爱心工程 很多人都在做 但是今天呢 我们看到胡大一教授 人家做的是非常的专业 在这方面 这个小杨老师 您的看法是 您看胡大一 他的名字当中 大一笔画只有四画 对 可是做的事情 一点都不简单 没错 刚才咱们看 四十万 七万 三万 大家想 三万多台手术 一台手术 咱们算两三个小时的话 这里要消耗多少的时间 是 我们以前慈善之夜更多的介绍的是明星啊 时尚这些参与啊 要号召民众 但是有一点 我们跟这里面更呼唤一些 其实是专业的救助 对 你看胡大一一生最大的特点 就是把自己的专业知识 运用到这里边来了 对 好 悦律师 对 这个是关于慈善呢 其实我一直赞同有一位老师说 就是说 我们不希望的是看到某一个人 或者某一群人来做 那么这些人拿出更多的时间 拿出更多的金钱 拿出更多的财力 做不如我们全员 正午时分 出处污秘 话题少女 为何孤独格杀 当时这个十九岁的女孩 已经撤成死亡了 辍学打工 父母离异 谁就是这起悲剧的幕后揮手 她又不正道关系 被我知道了 没想到她真的把她告诉死了 是母亲无情抛弃 还是父亲无端打吧 幽灵的花季 热线十二 明日播出